今天凌晨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一场田径赛上 美国短跑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 在每秒4.1米的大顺风的帮助下跑出了10秒57 或许预感到自己的成绩会逆天 换成一头红发的理查德森 在终点线前就开始手舞足蹈的庆祝了起来 和很多这个季节的美国室外赛一样 大顺风让选手们的成绩变得格外的好看 理查德森在预赛里就凭借每秒2.8米的大顺风跑出了10秒75 决赛风更大成绩也更加显眼 把世界上所有的风速条件下跑出的女子100米成绩都算进去 10秒57排名该项的全力是第三位 仅次于格里菲斯·乔伊娜创造的世界纪录10秒49 以及汤普森在2021年跑出的10秒54 理查德森在常规风速下的个人最好成绩 是10秒72 也是在迈阿密这片场上创造的 这两年经历了不少波折的理查德森 今年开季白米首战似乎就向世人宣告 她依然是当今女子白米王者的强力角逐者 说起田径赛场著名的短跑女将 你会想起谁呢 乔伊娜和弗雷泽一定是不能忽视的名字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 还有一位选手火爆出圈 她拥有花蝴蝶乔伊娜般的娇艳 比袖珍火箭弗雷泽市井赛 九天六幻发色的行为有过之而不及 她就是出生于2000年3月25号的 美国短跑星星沙卡里理查德森 在2021年6月份举行的 世界田连周记巡回大赛 纽约大奖赛的比赛中 这位00后的选手 以一头金发亮相赛场 然而你会发现 这一头随风飘扬的金发 竟然是理查德森 这身行头里最低调的装扮 相比其他选手 简洁干练的造型 理查德森有着翘到银河系的眼睫毛 数不清的配饰 杀气十足的指甲 当然最吸睛的 当属她浑身上下的鱼网装 有网友表示 她是去跑步 还是去夜店狂欢 不过她在纽约大奖赛 取得的成绩 也算是对得起 这身华丽的装扮 她以10秒85 夺得女子100米的亚军 仅落后于冠军霍布斯0.02秒 在接下来的200米决赛中 理查德森更进一步 以22秒38的绝对优势 成功夺魁 然而对于田净迷来说 沙卡利理查德森也算是老熟人了 用年少成名来形容她 再合适不过了 主攻100米和200米的她 17岁就赢得了美国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大学期间又打破了 世界女子100米的青年记录 这也震惊了当时的美国体育界 进入国际赛场之后 她依旧在一点点的兑现自己的天赋 2021年4月10号 在美国弗洛里达举行的 米拉马尔田径邀请赛中 理查德森以10秒72的好成绩 摘得白米桂冠 值得一提的是 她成为赛季首位 打开10秒80大关的白米女飞人 10秒72的成绩 也让她当时成为 该项目历史上跑得最快的 第六位女飞人 一个月之后 她又在黄金联赛 纳特战逆风 -1.2米每秒的情况下 跑出了10秒77的成绩 轻松夺冠 佳绩还在继续着 在6月底进行的 美国奥运会选拔赛上 理查德森在白米决赛中 跑出了10秒86夺得冠军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在一个半小时之前 油精海握的体育赛中 还跑出了10秒64的惊人成绩 尽管当时的风速达到了2.6米每秒 一时间这位超新星成为 美国女子短跑界最耀眼的明星 很多人将她视为 振兴美国女子短跑的希望之星 东京奥运会 女子白米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身穿鱼网袜 手带超合金的指甲套 叛逆张扬的眼睫毛 配上满头大金发 如乔伊那般的娇艳 比肤雷泽还百变 这位比袖珍火箭 只高了三厘米的美国星星 究竟会在职业生涯中 达到怎样的高度呢